你們要上來啊 因為他怎麼不一樣啊 你們要上來啊 不是在這邊聊嗎 是這樣嗎 應該我們坐下面你們上來吧 我一直想要坐在那裡 我們可以休息個兩分鐘嗎 可以啊 休息個兩分鐘做個體操之類的 讓他們坐下來 高教堂坐這邊 好啊 沒有人需要喝茶 我們兩個都可以用 兩個都可以用 這個四個都可以用 這個四個都可以用 就需要用這個 好啊 好啊 我又放了請 你們要開始了嗎 可以開始了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今天有點緊張 剛剛那個 快不想說 欸 一直沒有什麼 會緊張喔 過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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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這兩位 都很可怕 因為他們私訪速度很快 然後講話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呢 我現在要先講一下 我們介紹的COG COG就是一個 請微主勝者 請三位遵守一下 第一個就是 請語速不要太快 上次七月幾句 跟我幾聊天的時候 一個小時 做了三萬次的工 對 which is a very good thing 因為就沒有人 可以打算做一個工具 看完 我覺得超好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 欸 請不要做政令宣導 拉自導太多了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這是一個真心話大冒險 但是只有真心話 沒有大冒險的這個選項 那第四個就是 就是slido大家可以提問 然後也可以投票 但是呢 我在這個panel裡面 我會執行我moderator的權力 就是我未必會依照投票的順序 來做這個 來選擇 那 因為開放是需要很多energy的 那我想要認識一次 因為平常非常的壓抑 好 那今天這個題目叫做 Govidio has stopped down 那 其實我想談 討論的就是一件 一個概念而已 就是去中心話這個詞 但是因為 Noah跟我說 去中心話這個詞 可能 有點像 Crystal啊 就是 加密貨幣讓人家覺得 欸 伊莎被這麼正直的人 怎麼會想要加入幣圈 對 人去中心話可能就會讓大家覺得 欸 這是一群無政府組織的 其實就是了 對吧 這是一位安大奇物詐 對 好 那 對不起 那我想回來說的是 為什麼要談去中心話這件事 因為去中心話這個概念是 我覺得是G0V 非常非常核心的 的一個概念 然後我覺得也是G0V 所有的這些理念裡面 我覺得最浪漫的那一個 為什麼呢 我覺得當你講到去中心話的時候 它代表了自由 代表自治 然後反權威 然後平等 脫離宰治 但是呢 我覺得去中心話也是G0V 所有的核心概念裡面 我覺得最難以掌握的那一個 我覺得在某一瞬間你會覺得 欸 我們真的是一個很去中心話的社群 下一瞬間你又覺得搞什麼 為什麼都是這些人在做決定 所以當你在意的時候 你真的會非常非常的患得患失 所以讓我的臉好像在講愛情 還是在講社群 我一直搞得太清楚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呢 我們有給三位Presentation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可以很快的快問 太答 所以我就會一路問下去 那大家有slido 就是 到一個段落我就會開始看一下slido 那 所以我們就先開始 那首先需要介紹嗎 那我按照參與的順序來 那第一位是高嘉良 他是第0次黑客松的參與者 那這一位是唐鳳 AU 那他第一次參加黑客松應該是在第一次黑客松的時候 那最右邊的是 NOAH 那他第一次參加G01黑客松應該是在第五十一次黑客松 是嗎 不要以為 那個我們都有資料都可以查到 所以那個等一下之後就會做那個Fact Check 然後 所以我們請三位先用三句話或是三個關鍵字來介紹 聽清楚問題喔 介紹你目前跟G01的關係 不是介紹你自己 是你 請你介紹一下 定義一下你現在跟G01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從高嘉良開始好了 我們從高嘉良開始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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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比較緊張 現在 對 那這個 共蒙發起人 然後已經被大成為村長 這個應該不變的事實 所以現在都還是這樣 好 那 那再開始做蠻多project 但最近其實沒有太多時間開運 所以就是一個比較輕度的開運 嗯 那當然最近還有做的事情 可能開運 就中團的一些討論 或者是Fundraising 對 所以這個是我現在跟G01社群的關係 對 輕度的參與者就是未來的中度參與者 我們永遠保持那個你會回來的機會 那接下來歡迎AU 我首先歡迎你回到社群 真的非常久沒有實體看到你 對 對 對 好 沒有是中文人 對 有關鍵字 嗯 第一個是 因為剛好昨天有看那個高嘉良跟ETA的那個 HighCar High Agency 的那個定義 今天早上 對對對 是嗎 好 今天凌晨 反正我起來的時候看到了 那 因為他們定義這個HighCar就是 People without High Agency Personality 就是事情看起來不太可能 或者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指望的時候 然後自己就會很High 然後說這個沒有關係挑戰不可能 就來做做看 對 那最近那個到Zero就很有這種感覺 就是 對對對 在 那正在一開始的時候 要把Web3跟G20V連起來 真的感覺那個中間文化差距蠻大的 那 所以當時好像就是 他就丟了一個Google名給我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從Logo 聊到那個 要取什麼名字 對不對 然後到Zero發音 什麼之類的 所以 就是突然之間 社群就冒出一堆HighCar 所以我想我就是 忘了HighCar吧 這是第一個關鍵字 那 另外一個是 可能 跟家家嗎 就是PlusPlus 在任意早期 大家都不是說 推我的家 都是說家家 那 概念上面是 如果有些誠實的是說 而不是 我自己怎麼樣 而是我要把他本來的 在做的事情的能量增加 這樣子 所以 大概就是一個增幅的角色 大家在這邊做了什麼 有趣的事情 那 有的時候我稍微 PO一下 或者轉推一下 或什麼可以 比較容易找到這麼多人吧 這個是家家的角色 那雖然沒有正義宣告 但是 事實上 我是把自己當做馬達的角色 就是說 去確保說一些最基礎的 大家不管去童話松還是哪裡 要保持那個連線順暢 什麼之類的 一些infrastructure 其實最基礎的自動訊的存在 那個是必須要確保 那這個也是我目前的工作 好 換我吧 我 所以我就是 AU獎的那個菜鳥海咖 對 然後這是 這是第一個字 那 在JVD裡面 碰到很多 不期而遇的溫暖 包括 Isabel 包括很多 很多幫助的朋友 那第二個 當然就是Web3 Web3是我們自己的背景 那第三個是 挖的這個坑 挖的這個坑就要高基隆 那任務呢當然我們現在的 也是扮演某種馬來的角色 就是這樣叫趨速引擎 那希望可以去Super Charge 其實已經在未來的發展 這樣子 對 趨速引擎 好 謝謝三位 嗨咖都在那裡 來 那 那 再來我想請三位分別用三句話 講一下就是 所謂去中心化這個概念 你們認為這個概念裡面的意涵 那 我想先請農碼開始 好 我覺得去中心化這件事 就第一個是 去中心化是一個理想 就比如說 其實EPA今天也講過 ESAB也講過 就是我如果今天看著一個 一個 某政府好了 那他今天如果 鈔票鈔發造成了 怎麼一萬趴的通膨 那我可能就會指這個政府 說它是一個邪惡的中心 我需要把它給去掉 那 因為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受了很大的痛苦 所以看到 這個邪惡中心化 我就會往最極端去想 那 從中心化中央集權 就會變成GP共識 就會變成去中心化 所以第一個 那個去中心化的 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理想 第二個去中心化是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就可以去 拿這個工具就可以去行動 那 大家都可能知道 區塊鏈的人會知道說 區塊鏈其實就是一個 公開透明不可篡改的 Excel表 上面寫的 誰擁有些 什麼東西 所以 他可以創 他拿著這工具 可以去創造新的藝術市場 新的金融市場 新的 民生機制 或者是 新的這個治理機制 跟協作方式 這樣 所以他第二個 他是一個工具 但第三個回過頭來 我覺得 區中心化這件事情 其實最終也只是一個選項而已 那 就是 即使他 區中心化這件事情 就算只是 以一個選項的方式去存在 他最對於 許多中心化的 單位或角色 其實都可以 取到一些 那個 制衡的 的作用 那所以 回過頭來就是 不是所有的中心都需要被去 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人 都需要是 這個 decentralization 就是 去中心化的主力者 這個是 是沒有必要的 那 就是看那個 context 看那個情況 看這個 去中心化應該要被 補牌的哪裡 是有用的 那次才是 有意義的 所以 去中心化是一個理想 是一個可以用來行動的工具 那最後 他最終 就是只是我們的一個選擇而已 接下來請 Odry好嗎 你已經講得太完成了 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我想 之前常常說 數位就是 不止一位 剛剛 我們這樣 數位大使 我們也有 數位 數位大使 數位大使 有好幾位數位的 無人所大使 所以 就是 如果只有一位 那剛剛講的 都是單點故障的問題 那 但是我想去中心化 他後面還有一個 是延展性的提高 所以 當你有數位 而不只一位的時候 還可以去想說 那能不能有數十位 有了數十位 就是多中心嘛 之後 還可以想能不能數百位 數千位等等 那 是可以一直持續下去的 所以我覺得他 對我來講是一種傾向 就是說 就算已經有數十個 數百個 多中心 我還是會想問說 那是不是可以有 數千個 數千萬個 等等 酷 來 高嘉 去中心化的這個議談 面談的自由 那我把它分成三個層次 好了 就是說從technical層次 技術上的層次 好像 區塊硬是一個 它的incultation 但是大家可能 平常如果知道 在目前大家用GIT 這樣子的方式去管理這個 這個 去做這個 開發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 去中心化的 版本控制的系統 那 早期其實這個事情 是非常中心化的 你必須有 這個 程式庫的 你才能夠去貢獻到這個 這個 這個 所以在後來 這個 其實這是一個 從 技術層次上來講 說 你怎麼樣 是可以 不用經過 就可以開始做一些事情 那 那第二個層次 其實是一個 我們把這個 social layer 就是說 我們怎麼共同的決定 是不是重要 哪些事情 需要大家的 這個 去決定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第三個層次則是這個 決定 真的 actually 決定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長 像是一個 democracy layer 那 我們當然後面 節目有提到 我們可以也許再做下去 所以我看 它是一個 technical 然後social 三個不同的合作 嗯 很棒 那 接下來一個問題 其實也呼應了 我們現在其實 slido 上裡面有人問的 就是 就是 為什麼在這個 Godzilla這個社群 開始發展的初期 嗯 大家就是 大家 我其實不限於 co-founder 我覺得 就是這些參與者 很早期的參與者 他們就決定了 這會是個 去中進化的社群 那 去中進化是重要 或甚至 必要的嗎 對這個社群來說 那 slido上 就有一個問題說 會不會有一定比例的參與者 其實他們根本不在意去不去中心 只在意 只在乎說 這是不是一個 可以解決社會議題的場域而已 那 我想先問 高嘉良 嗯 這個的確是一個 當時 早期參與者 所 有下過的一個決定 因為當時 你想像在那個行徑 說大家很熱血 想要做一件事情 那一堆人聚集起來 有能力 有資源 那你有幾種選擇 就是說 你可以成立一個協會 或者怎麼樣的法人 好 那去 allocate resources 去找到更多的資源 然後有一個 agenda 去做事情 那 那 在參與的人 嗯 早期參與的人 第一個當然可能 覺得不見得自己想同路這麼多人 對 可以進去做這件事情 這可能是其中之一 好 再來就是說 怎麼樣是更大的影響 那 那 因為大家都是從 open source 社群來的 所以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模式 就是運作的 一般來講我們只看到 open source 的這個軟體社群 或者是說 在台灣很特別的是 有 cost com 這樣子的社群 那 我們能不能把同樣的模式 套用在更大的影響上面 那這可能是一個 可以的嘗試 所以當時其實是有做了一個 大家有資料的一個公司 用這樣的方式不成立組織 用這樣的方式去推動 那 所以我想 我們以結果來看其實它是 我覺得它是重要的 它是必要的 這樣 那 Audrey Audrey 你的記憶 還是 還是說一下 自由他們跟 柯比 對不對 他昨天寫我今天看到的那篇文件 就是 我覺得 跨域是 我大概 一二一三年 對 Ginley的黑客送 跟其實我們 國外或者 國內也都參加過很多類似的活動 最大的不同 就是 非常有意識的在跨域 那 今年稍早 我跟 Gentel Carr 跟他先生 Demoral 就是聊這個 就是 其他的coachers 很容易變成 就是越半就越不跨域 他可能一開始真的是跨域 到兩個領域 然後之後就是 這兩個領域裡面 特別窄的人會留下來 然後之後第三 第四領域的 就覺得這跟我沒有關係 因為 好像就這兩個領域 專門在做這樣子的 那但是 我覺得 當時的 我的記憶就是說 不管是發貼紙也好 或者是 報關鍵字也好 就是在那個 文字雲周邊的 特別小的那些字 很多的 糾蹤也好 坑鼠也好 會特別 給他們做一點時間 給他們做一點舞台 然後希望 越多元 越一直越好 那這是我覺得 十年多來 都沒有改變 我覺得其實 這是阿宅的一種體貼 因為 如果你們當時決定說 就是要 越來越窄的話 我跟伊塔 都沒有辦法繼續參與 所以 剛剛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會寫Pro 欸 好我不會 我只會看白神 你知道嗎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high agency 的 其實很容易被吸引來 進入這樣的 那我們怎麼樣讓這個動能 是持續的 是一個 它是一個 接近Infinite 大家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建立更多東西 吸引更多這個 害它來 好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的 deliberate 那所以 嗯 然後我們用 反正我們就是套用 分數的這一套 大家有一些 這個階段性的成果 好那 那我們吸引不同領域的那種 讓大家比如說不同跨域的人 那怎麼樣build down 這個東西 怎麼樣更 從 同時又share 這個practice出來 讓更多不同跨域的人 看到 欸好像可以這樣玩 可以這樣子 不管是科技 還是做 就是這套做事的方式 可以造成大家的影響 嗯 我是不是有沒有要補充的 沒有 那我接下來想問Noah 就是 我知道你剛來的社群沒很久 但是呢 你真的committment 令我吃驚啊 就是你訪問了十幾位參與者 而且全部都做成功 那個 記錄 那 在你訪談的參與者裡面 你覺得對他們來說去中進化 是重要的嗎 你的觀察是什麼 嗯 我覺得 就是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這個 所謂high agent 像這樣的原因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 我覺得對去中進化大家的 相信程度當然有高有低 但是我想要講一個 就是我理解到的 的起點 就是在這些訪談裡面 我找到就是 其實這個起點是 大部分 會來紀錄P做貢獻的人 他們的 呃 我們的想要做的事情是 是實現自我 實現意義 實現影響 那 對紀錄P可能大部分的人 這三件事情 可能是 同一件事 那對於想要實踐自我的人呢 其實一個去中心化的生態 或去中心化的地方 可能是一個 大家更容易去 長成自己想要 長成的樣子的地方 那 其實就跟 就回過頭來可能 更像是一片森林 一片森林不會去管說 我這邊的樹 一定要長成什麼樣子 或一定要長在什麼地方 或一定要怎麼長 那所以 大家可以去長成自己的樣子 在這個 reference 裡面 自我實踐跟這些樹木的生長 可能是相對相 但回過頭來就是 森林也會顧到 比如說像資源分配的問題 你如果在一個地方 只有一樹陽光 然後兩棵樹要去 要去 要去 要 都想要這個陽光的話 它可能會競爭 但它也有可能 另外一個方法是 合併成一棵樹 然後就長出來了 那所以回過頭來 我覺得 如果我們想要長出一片好樹林 或者是我們想要 成為一個好的去中心化組織的話 可以做的事情是 不要去妨礙大家的自我實踐 不要去妨礙大家的自我生長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當然 這個overall的願景 或者是共鳴 我們可以去激勵大家 去實踐自我 但最後是 一定要持續去探索的是 資源分配這件事情 到底應該怎麼做 對於整個社群 對於整個森林 才是最適合的 那我們才能夠 慢慢的長出一片好森林 然後長出一個好社群 OK 好 那接下來我想問的是 那過去十年中 居林壁市社群 曾經嘗試過什麼樣的工具 或是方法來達成這個 去中心化組織的這個目標 那有對社群帶來過什麼樣的挑戰嗎 那這一題我想要先問高嘉良 方法跟工具 我覺得從最開始的這個宣言其實它是一個方法 因為你放這個精神出來 然後大家 欸 你同意就來 我們就是 那你就來做事情 那 那 那接著呢 其實 嗯 我會想 就把這個問題再猜一下 就是說 去中心化 for 這個 community 本身 那其實我們就是 譬如說 以 欸你說 譬如說 周中航辦 這個大宗 是不是一個中心化 嗯 可能一段時間需要是這樣 但是我們就會 繼續再做下一步 就是說 欸 這是請其他project來扣搭 嗯 所以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持續 你要 花力氣 就像一開始的時候 要花力氣去維持 去中心的這個事情 那這個是以 Community 本身來講 那以 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把 去中心的這個概念 呃 帶給更廣泛的 的社會 就是說不是 我們在具體力 一個 project 並不做而已 而是說這個產出 是更去中心的 我覺得 最開始很多我們做這些 open data transparency 都是要 你power 大家自己做的決定 好 某程度是 再來我們多做了一些 比如說 當時 liquid democracy 的常識 包括polis 或者是臺灣 這些 其實都在想說 欸這些 就是說 更 general public 的決策 或者是 policy 的討論 有沒有辦法去中心 所以我分成 就是說 我們社群做哪來的事情 跟這個 project 試圖 打分哪一些 哪一些去中心的 這兩個 部分 那 Oji 其實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從 Tactact然後到 Tactact 對 大家看那兩條曲線 覺得很順 但是就是 不是那麼順的一個過程 中間這個 我們不知道 抱了多少天 大家 夾在一起才 做這個 migration 那 我這邊特別想提的 就是說 供比啊 或者這些最基礎的工具 當時大家很依賴他們 那但是 當 他的就是 突然之間 所謂切斷危機 就是 實際來的人 是前一天的 100倍 的時候 那當然都會被這些工具 本身造成壓力 那 有的時候就是 Hackpad的人刷卡 就幫我們解決掉的 那 有的時候 他們被Dropbox買了 就沒有要 繼續幫我們解決掉了 所以 在這裡面我覺得 每次發生 這樣子的 Migration 的時候 常常是提醒我們 光是那個 Soscope Open 是不太有用 Hackpad當然 Soscope是 Open也讓 Migration變得 有可能 但是 到最後就是那個 營運層的 Know-how 是怎麼去營運 並沒有很平均的分散 那 當然現在還肯定是 有稍微要好一點 有社群分支等等 所以 我覺得這次 到Drop或Web3 其中一個切入點 就是說 我們的方法 非常的多中心 或有時候 可以到很去中心 但是 我們的工具 還是Web2的工具 它有一些 中心性 即使是Open Source 在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Web3 提醒我們說 原來也有 各種方式 連工具都可以配合到 我們的方法 這樣 郭靖老師 有沒有回應 歐區剛題 比較是說 這些 讓我們可以去中心運作 這些基礎工具 本身 是不是 不夠去中心 我就想到很多次 一個看我們壞的 大家都不用忙 壞的也沒關係 那些 自然淘汰 對 所以 我想這 的確是一個挑戰 那包括我們 Slack 它是一個 commercial offer 那你們有更好的 工具 或者是說 更能夠 organize 大家 去 去 進行這些 我們本身想要 去中心的 effort 所以這個我想 好像後面會討論這樣 嗯 OK 那我這個要補充嗎 還有沒有其他 去中心化的工具 還是 就現在其實 市面上有很多 不是要市面上 你在講什麼 其實有很多 就是比如說像 Solution 它是可以把你的 Social Graph 就是你的這個朋友 可以帶著走的 就是你的朋友的這些人 都記錄在這個區塊鏈上面 所以那個 如果你可以想像說 我從Twitter 轉移到另外一個 Social Network上面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把你的朋友 全部帶過去 就沒有 所有的朋友 或所有的網路效應 都只用在 一個平台上面 這些東西 那可以人生想像 就是比如說像 Slack好了 我如果可以把我的訊息 跨平台去 在不一樣的地方 去帶的話 我的這個 這個 討論 這個就會隱生 它就不會被切斷 那社群就可以持續 所以這也是外傳 可能可以做到的 但是 再次印證 去中心是要花 effort 比如說跨平台 雖然 就是 Polme有維護了一個 這個Bridge的機制 但那天 那個Protical Lab 他們就覺得太麻煩 你知道嗎 所以去中心其實非常的花力氣 那我自己的觀察是 我覺得其實社群運作幾年之後 其實一直有人在挑戰說 我們好像 宣言雖然這麼說 但是 實際執行上明明就不是 就是還有很多 好像還是有很多 中心在 那可能不是單一個 但至少是數個 數位 所以呢 就是 2011幾年 6年 就是在 G01宣言修正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 去中心改成 多中心了 那 你覺得這個是 承認那個 去中心是 沒有可能達到的 一個 狀態嗎 就是 這是一種承認失敗嗎 到底 你把這樣 把宣言這樣子的變動 你覺得是符合現實 還是一種 就是放棄理想嗎 因為我要 quote 一下子儀的這個 這句話 我就覺得他 那句話太棒了 他說 去中心化是努力的目標 多中心才是呈現的結果 那如果我們把 宣言中 多中心來取代 去中心的話 好像是 宣告中心決定放棄 將權力分享出去的努力 好 我想請這個 Audrey先 comment一下 這一個過程 不過我剛剛講的就是 數十數百 基本上跟自己的 剛剛那個批判是 同一個意思 可以說是 同一詞 因為 如果我們說 多多益善嘛 所以如果現在的中心 覺得 這麼多就夠多了 再多就太多了 那就是 中心化的 那但是如果現在 不管多少個中心 都覺得 再多才是對的 那就是往去中心化的方向 我想這倒也蠻清楚的 這倒也蠻清楚的 來喔 我們請高嘉良 這個 CoreJR上面唱 沒有什麼失敗的 只是還沒有 只是我們決到了 那 那 早上剛好才跟Noah 也在slack上面 好不好 因為前面看到了這個 這個叫什麼 VSM 嗯 這個 它裡面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 1970年代的時候 就有人提出了 就是說 這個 其實centralized 跟decentralized 不是一個對立的 它是一個不同的dimension 你在什麼事情上 這麼做 那沒有一個絕對 就是說 total一定是 這個decentralized 或是centralized 那其實 主要重點還是說 是不是align 往同一個方向去 那所以 宣言我想抓這個方向 很清楚 讓大家去往這個方向 那 實務上 我們是 就像Au剛剛提到 我們是 希望能夠更多的東西 更多的東西出現 那我們也讓環境 是可以 enable更多的東西出現 那我想這個是重要 那 Noah 我覺得像 Utopia這個字 就 理想國這個字 本身的 它直翻其實意思就是 no place 就是沒有 沒有地方是理想國 但是這 這並不代表 追逐這件事情 是不重要的 那 比如說像 前一陣子 Vitalik也出了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 就說 那個 到這件事情 試驗了幾年 大家發現到這件事情 的運作很沒有效率 那 對 沒有效率 可是怎麼辦呢 他就提了一新的框架 那這新的框架呢 就跟距離一新的框架 非常類似 所以 那個 那他同時在這件事情 就是多中心的這件事情 那同時在這件事情 上面他也說 不是所有的決策 都是 由共視覺 是最好的 有些決策可能是 那個 往最左邊走 或最右邊走 會停在中間好 比如說 我要 台灣要不要開放波子 這件事情 一跟一百可能都比五十要好 對 那我以前的教授 就有跟我們講說 If you stand in the middle of a way You will get hit by cars on both ways 對 如果你在路中間的話 你會被兩邊的車都轉到 對 所以 有些決策是很適合共識的 有些決策是很適合 就是比較 就是 就是 二選一的 對 指揮官的這種 那 我延續 這可能不見得有關 但是 但是我延續講一下 就是 我自己以前都覺得是 是 以人去成事 以人去成理想 就是 就是 把人當作資源 然後 我要聚集一個團隊 我要利用大家的力量 去完成一件事 那 這個理想可能是 在某些世代可能是 去中間化 在某些其他的時代 在萬事裡可能是 找個英文居主 那 可是現在覺得 其實是 最後 最後是以事成員 就是 我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 我是 不管是追求去中間化 也好 追求其他東西也好 那最後其實我們都只是在找 一種相處的方式而已 我們只是在 在 在交朋友 在什麼 所以在每個世代追逐 跟追求是不一樣的 可是最終還是回到人的身上 就今天跟 Terry 跟幾個朋友在聊的時候 就也想到這些事情 其實最終 也都是 最巴 對 也在講說 這些事情 其實最終是回到人的身上 不是 就是 歷史在這些事情 每個時代的事情 都是不一樣的 我非常非常同意 Noah說的 因為 我覺得在均一地社群 人永遠比專案做不到 所以總是會提醒參與者 如果你太忙太累 你沒有力氣 沒關係 你可以等一等再回來 人永遠是最終的中心 每個個人 那 我們剛剛講的很多 就是光明面 去中心的光明面 那 所以 我現在想要問一個這個 slider上的問題 它不是最多人問的 但是感覺上 我們討論的脈絡 就是 這個中心一定是邪惡的嗎 去中心一定比較理想吧 就是去中心有沒有它邪惡的地方 如果群眾不是智慧而是蒙昧的時候該怎麼辦 那 先 誰要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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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惡也好 OK 就要 我們政治的回答 我覺得 概念上面 像剛剛 Shan The Noah 就是 有時候它是一個 這個 凹性情境 就是 有個指揮官瞬間做出 網絡或網友都不錯 但是 大家沒有做成決定 就完蛋了 的這種情境 那 這種情境 最多可能就是 多中心 每個縣市有一個 防疫指揮官 那樣子的情況 那 但是 就是很難做到 Literally 對 對 對 那但是就是 有時候就會變成 對 那 那 當時我是跟每個縣市的防疫指揮官都聊過 但是今天不是要真理宣導 我的意思是說 有的時候那個情況 因為時間 或者資源 或怎麼樣 它就是形成一個 非常明確的凹性狀況的時候 那 當然 就根本沒有討論這種事情的空間 但是 就好像 我們講 乾旱的時候剛好情慾 就是說 總是會有一些成平的時候 大家並不是急著要去 救災救難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 大家的決定就很重要 就是 是順著前面的那一個災難的習慣 然後讓權力更集中在那些智慧官們身上 還是說 可以 趁著這個機會 大家稍微放鬆了之後 立刻去想說 同樣的災難 同樣的挑戰 下次來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再更多一些中心 再更多多隱善一些等等 那我覺得 台灣的特色 就是說 大家對於 白色恐怖時期的集權 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 基本上 只要還記得 白色恐怖時代 或電源時代的人 或者台灣還有影響力 我們是每次檢討的時候 一定都會再往 多一點中心的這個角度 像在台灣是 這種記憶猶新的情況 我覺得比較 不會有這個問題 比較的這個狀況發生 但再過五十年怎麼樣 你讓人知道 去中間的陰暗面 陰暗面 我覺得 我會在想說 會把這個問題再拉回來 就是說 那我們是想要什麼東西去中心 那我們在講 這個所謂DOT 是什麼東西 我們想要 提升出來 是什麼東西我們想要它的東西 那 先撇除最後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 這個有資源的這個時候 那其實我們 通常在講 GINB的去中心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 permissions的狀態 就是說 我不用誰同意 我就可以開始做這個狀態 那我可以用我的方式 track到 希望 希望一起做這件事情 而已 所以這就是他去中心的特性 那 所以回到就是說 那我們是想要讓這個部分 可以 可以autonomous 可以大家是 這些 嗨他 可以直接做事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狀況 好 那當然到 欸有資源怎麼決定 這個我覺得 可能是這個問題想要問的地方 好 那所以 我 直接用下一題 好 或是 都還沒有 都還要補充一下吧 嗯 我同意 嗯 我同意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下一題 就是 這個 就是 你覺得 呃 就是 如果用從 從這個 理論分擔 什麼定義跟形容道的話 高級有當然 可以說是一個道 而且他還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道 已經成功了十年的道 所以 其實 回過頭來就是 就是道德爾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去改變 對 就是去 去改變 已經 已經在運行的一個模式 可是我們可以 就是道德爾現在 其實可以做的事情 就比如說 我們 就剛剛有提到我們做一些訪談嘛 那在這些訪談裡面 我們 就是發現 比如說像 所有的這些坑主 他們 最希望能夠達成的事情 是能夠發揮影響 然後可以 看到自己的影響 也讓別人看到自己的影響 可是他們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 他們沒有辦法在對著實現 找到對著人 那或者是沒有辦法 長期的去激勵這些人 為自己的專案去做貢獻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 1.3跟這個 這個 跟 跟 區塊鏈本身就是 的強項是做的激勵機制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提供某些工具 讓他們可以 再去激勵人家的貢獻 去找到人 然後持續去 去做這些 去做自己的 去做自我實踐 所以 所以 回過頭來就是 還是 就是一句話就是 看到Dio 可以怎麼幫得上去 因為最重要的還是 那個 持續 這個高基隆本來已經成功的營運模式 然後並且 繼續擴大 那個高基隆的影響力道 那我想回過頭來問 Dio 所以 我們一般現在講不到 當然還是說是在這個 發券上面所運行 大家 透過某種投票局的特質制來決定 大部分是資源分配 幫助拿分配 對不對 撇開這個 運作的道理 你剛剛諾阿已經講了 Dio 其實本來就是像這樣 原作 那 那 就是 當然有它的好跟壞 那 回到我們舉一個最實際的例 就是說 感謝諾阿的訪談 就是說大家想要怎麼樣 那 我們找到資源去做 遞達完整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 我們之前做過最接近的事情 應該是 這個公民特技網絡 那 我們把它套到 它 當然它不是一個 非常 decentral來運作的方式 因為畢竟 有人要一直去 跟企業募款 然後 要 call 這個committee來決定 然後要 follow 這個專案的進度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來想像 就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能 Lightweight用到的方式進行 那可能就是一個去 可以去想像的方式 但是你會發現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問題還是 誰來做決定 非常什麼 是出錢的這些企業嗎 還是你要 trustee 給某一個committee 或者之類 對 對 那誰有多少的power 等等 這個一開始怎麼 pushed 這個決定 我想也許是 Noah 最近在講說 DNA不見得最有效率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還是說 以這個goal而言 我們maximize impact 那也回應就是這個 就是slido上面的問題 那就是說 欸 會不會大家只是要看平台 只是怎麼達到 那 Noah其實對前面也這樣 這個 Dsensualize也是一種選擇 我們以資源分配上面 它是一種選擇 但是以社群運作上來講 Dsensualize 我覺得是一個必須 讓大家能夠 所有的high card 都能夠直接看很多事情 好 或就是 社群運作上是必須 是必須 序中心是必須 但是 資源分配上 可能必須要 我們在這更好的機制 那 Odry有沒有什麼 可以tomment 你說我要賣平方目資 是 你要賣平方 這不算資入行交集 可以介紹 是R3C的業配 不是那個 中華民國政府的業配 ok 那不過我想再講 平方目資或平方投票 先comment一下 就是 剛剛Fill講的那個insight 很重要 就是 每一個單獨的專案 會一個小規模的碰到 經濟情況 才變成一個 凹性情況的時候 它底下一定得 保持運作的那些 常常還是徒行的 就是 不需要急著做決定 而是 大家找出粗略的共識 那為什麼 是因為有粗略的共識 你才不會排除掉 有可能方面解決位移的人 那 所以這個就是 越靠近底層的 越是大家共用的 越需要花時間 大家慢慢磨出 某種疏略的共識來 但是 越situation 就是越發生 這些事情的時候 越沒有那個余裕 那底下這個累積的越後 發生幾件事情的時候 上面決策進去就越好 那 所以 回到剛剛的問題 所以 我們在問的就是 怎麼樣 因為每個專案都覺得自己很緊急 自己的milestone很重要 坑主都覺得我的坑太深了 我 比較沒有空去想 共同治理那種感覺 就是更不緊急的那些事情 那 那 所以 後來就是 文威爾等人 我們必須寫 paper 就想說 那也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 你就從口袋 淘一些零用錢出來 去投注到 你會願意看他成功 但是 你沒有空去 實際去參與 的那些專案 那但是 他們發明了 警方募資法就是 你找多少錢 不是很重要 你找比較多人 願意出一點點錢 比較重要 那 所以 透過這種新的算法 他就 從民主一人一票 或者是委員會 像grant 就是幾個委員 中間找出一套 新的 目睹的方法 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蠻有創造理的 那也許也可以 多試試看 這裡看到一個坑的樣子 對 就是 平方募資的 GINB公民科技 對 嗯 我就先不要推了 那 那 回過盆來就是 想要問一下 這一集很快 就是 有人想聽一下 就是 GINB的老人 就是如果 就是現在看到 web3的朋友 又在說 很多類似的事情 會覺得 呃 是重複造文胎嗎 還是你們有什麼建議 GINB跟 GINB 重複造文胎 你看 台下很多老人 這個蠻值得大家寫一下 但我不會覺得這是很建議 因為我覺得 你看我們早上翻到 1970年代的 Material都在講這些事情 好 那 那 只是說我覺得 這個 多少東西是能夠被 這個科技 就是 降低它的摩擦 力 但是它還是有 就是 你需要被討論的事情 那些東西是怎麼樣 更有效率的 大家有 更快的拿到東西 我一直說 對 但你要 對在哪裡 我跟CEL高一程 是Social Tank的同事 那我們 QA那個部門的領導人 Tempier 之前在全路 Quark 那他的同事都是一些 你知道 Zofos Mengover 這一類的人 那他們 Tempier 那一陣子 他們一起翻譯 像你看網路那樣的東西 那 JCR 也好 或者 其實我們講的這些 他們全部都寫過 而且寫得非常的相似 那 那但是 我碰到這些老人 Tempier Literally 我們在那邊 就是視訊 然後他從加州運紅酒來 確保我們喝的是同一瓶酒 對 那種時候 他對我的態度就是 非常的支持 他覺得說 他們當時 像他的好朋友 也是我們同事 Denver 當時發明示範表的時候 是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共筆 然後 甚至還包含AR 等等 等等 那但是他們當時的硬體技術 就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東西 最後只能做一個調整 所以 所以我覺得 看到新一代的這些 把我當年我們P2P的概念 現在的Web3 我覺得就是我的心情就跟 那時候 對我們做視訊表的心情一樣 就是當時我們想了那麼多 只能做一點點 那現在有人能夠做更多 我們就這樣高手 來 我想補充 補充一句 就是 我覺得 這是一個最神奇的年代 就是我們小時候在 這個學 這個 algorithm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覺得說 沒有人覺得說 街上所有的人都懂這個字 是什麼意思 欸 那我們在講 這個decentralized的時候 沒有覺得這個是一個 general public 所以大家會 大家都是這個 oh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blockchain 就是這個git的底層 其實就跟blockchain 是同一個概念 那所以 這個是一個最神奇的年代 就是anything can happen 那我們怎麼樣用新的這些方式 新的去實現 你的理想 欸 我也加一句 對 我覺得其實 在某次碰到這種新的可能性 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 放棄追逐 那另外一個就是 再試試看 所以 現在我們選擇 再試試看的時候 就像今天 早上 早上 就是傳給我 傳給萬山群組這個東西 就是 我們怎麼去借鑑過去的 這些歷史經驗 根據從裡面 以前去學會教訓 然後現在能夠 希望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再試試看 是我們的選擇 好 那 因為 有一直在跟我舉牌 那 我雖然很不想結束 而且有重要的問題 但是就 請 我等一下放上共筆 請三位 在共筆上打 好嗎 然後 最後要請三位 很快速簡短用三句話來 描述你想像的未來十年 跟GNP社群的關係 那我先請 我 就是 我認為有什麼好處 但是可以搶便 所以 趙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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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的三次房 然后有三个bit 就可以来自八房 所以十年后可能webs 可以来自十六房 那就是我想概念上 确实就是这样子的模式 本来是结合关心特定 到底的到现在是真的 各种所有领域的 都有那希望再过十年 在地球上就是所有 认同这样自由民主的人 想到说你可以用这样的 方式结合的话 那就不管十六房哪一方 可能不是只有国际馆 还有新机馆等等 都可以来加入这样子的 一种开放 然后分享的做法 所以就大家继续留意 那因为总是会强调 在每一个G&E的讨论和会议里 我们都需要用action item 来做结尾 所以刚刚三位 就是他们今天的action item 那我们十年后再来确认 是不是直进完成了 那今天谢谢大家 那还有非常多问题 那我会放到共鸣上 然后长致邀请三位 三位来共鸣玩 好谢谢大家谢谢 那是不是我把时间交给玉琳 哈喽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最后就是给来宾们 再做一次党的掌声 哦最后的掌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还有就是 就掌声在一场 跟大家一起在合照 包含一场的两位的 讲者和主持人 这边的掌声